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大家好 我是刘俊荣 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程式 在今天四天的零假之后 第一个交易日教育指数 三月的第一天好像不是很好的兆头 中场收跌将近百点在9700 9674点下跌75点着收 我来问这个盘四个月 投资朋友接下来两到三个交易日 是非常关键的时间 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 因为一个非常强势的主身段 强势嘎空轨道 今天应该是日线图格局上面 短波有效的收破了第一个交易日了 好 关于整个后续趋势性的一个方向 我认为接下来两到三个交易日 大盘应该会有一个 未来想要走出来的一个方向 那所以不管这个盘四格局怎么样走 由于这里是一个八重变盘转折之后 今天在这个第九格交易日 是取出一个短波的短波段的一个转折 第一它有一点点去确认 这个八重转折的一个味道 那所以关于这个盘四格局 投资票 无论这个盘四格局怎么样走 总之就是顺势赚最快 比如说三周前在这个主身段的一个格局里面 那你会发现到说 你只要闭着眼睛赶买 大部分的投资朋友只要胆子够大赶买股票 这个盘四格局闭着眼睛买就会赚大钱 你只要知道这一波盘四格局是主身段 你买进去随便看着报道媒体 随便看着晚上你看到所有财经媒体 财经解盘节目教你的这些股票 你随便买随便赚钱 可是三周之前你随便买随便赚 可能买了后面都有三天的高点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两个礼拜之前 可能买个十档有五档开始在套了 两周之前你可能买进去 就额外隔天见到一个短波落高点 那上个礼拜利多消息的股票 一天强隔天可能就直接开低了 所以同样一个主身段 为什么这个盘四格局 我会说投资朋友 有大部分的投资朋友最后会做到赔钱 我说主身段有三种 一种是准备右空骑涨 准备右空骑涨 类似像8879 那类似像7999 所以叫主身段 大主身段的骑涨点 主身段的第二种就是一月 资金航行启动 嘎空喷出主身段 一直做多到2月14号 主身段有第三种 主身段第三种是什么 主身段的最后一棒 从2月15号台子集会结算 在9801那个位置 投资朋友你们有没有发现 等到你到9801才开始做多 这盘四格局已经盘跌了 这盘四格局还没有走空 这盘四格局 接下来只要很快速的把这根洗盘 可以站回去 站上强势一个架空轨道 我认为也许都还有一个 陌生第五波的一个机会 但是什么字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 做都越来越难做 所谓的顺势赚最快 六老师跟大家预告 千点架空行情即将喷出 成交量只有五六百亿 邀请你来做多 这个架空主身段喷出的时候 你在哪里勒 等到2月16号 见到9800 9800点这个位置 从9869 下来这个位阶 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盘四格局 只要压力盘你肯空 短波都取一个短波段的一个低点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 做多越来越难做 所以投资朋友 这个盘 原先的多方趋势 好像有一点 你要告终结的现象 那同时呢 那同时呢 梁老师说 好像有另外一个趋势 即将在酝酿成形 接下来两到三天 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折 好 谢波总是今天 五分钟爆亮点的第一个位置 五分钟爆亮点的第二个位置 甚至于尾盘周选择权解算 出合的位置都爆出 当天五分钟量从低点 才放出量能潮 这盘市格局我会告诉大家 先谈再说 因为有一些 刘老师跟他预告 匹吉他来的股票 好 他的确有在转量的现象了 今天展现了一个强势的抗跌 类似二十五式联发科 好 来 今天报道媒体的头条说 智慧型手机一开始 售价要准将寒涨 联发科认为是好事 只要毛利率能够做一个顺势向 跌高即便第一季 好 即便第一季的毛利率 可能还会交到一个低点 但是股价都是要提前 一个季度去做一个布局 如果今年联发科 最低点就是第一季 那我认为 基本面的最低点就是第一季 那我会告诉大家 即将进入一个主升段的时间 他就已经提前要开始涨 所以现在看起来联发科 我们所说的涨线 在一个绝对低期期 3955的股票 真的有利空足底 即将向上变盘的一个味道 它本身也是心中盖的一个概念股 好 这个是1789的神龙 守闻两个交易日 大景线已经守闻两个交易日 感觉也有大底即将成型的这个位阶 还是有股票可以去做多 可是投资朋友 你要稍微去注意 来 在分时现行图的一个走势 高两区 已经一个N头的走势 一个疑似的一个N头即将成型了 好 极短波 分时指标 已经来到一个非常明显超跌位阶 这个盘事格局绝对不适合追空 好 明天 绝对有先谈再说的一个机会 好 可是投资朋友 你就要稍微去注意一下了 其实不论多好多坏 未来看得到的 当天看得到的当天赚 那至于齐波 我们不会去管小震荡 我们瞄准的是一个波段 类似像一月份的六百点 二月份的六百点 好 尤其接下来的盘事格局 一个 另外一个大趋势的方向即将完成 好 所以 好多资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到 等到二月十四号 刘老师把所有的波段多单 都获利了结出清 这个盘事格局 你只要是压力盘肯空 一跌就是240点 一高压力盘 一空 就是吸浪主跌段 两高破平盘 一空 就是一个向下的一个吸浪 二月二十二号压力盘 空 也是一个向下吸浪 好多资朋友 刘老师有没有在 二月十六号 九八六九的前一个交易日 就告诉大家 已经任何高点都不能够追价了 这边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极短波上跳三空 嘎空捷径之后 现在看起来 最近市场的筹码 不太像是 主力食物群的一个筹码 好多资朋友 怎么你下定决心 想要翻多的那一天开始 这个盘事格局 到今天为止 已经连续震荡的十天 盘事格局连涨都涨不动 没有太大的意外 因为所有在演讲会 我们二月十九号告诉大家 所有投资朋友 朗朗上口的都是 郁金光 亚光 都是大力光 好 可是投资朋友 廖老师我们要告诉大家 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 关于整个波段的一个行情 我们不必预设立场 好 不必预设立场 好 我们先看一下摩台 二月期在一个相对转折高 连续去做一个结算 可是重点已经不是在二月期 二月期的嘎工最高结算 我在封关之前就跟大家预告 是在嘎工组成那一个时间波 好 可是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 外资连续大买 指数是闻风不动 好 短线 这一个多空的成本 到底是M头 还是洗盘之后再上 好 那接下来两天 就是一个非常关键 如果你能够很强势的 顺势的拉回去 强势嘎工轨道 那我们可以把它定调为洗盘 如果你可以马上拉上去 高档距离给M头 好 那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破底翻 好 可是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到 博老师跟大家预告的 当它真的开始出量 短波的一个震荡之后 这个是今天台子期货 近月圈日线图 你接下来开始要去追踪 筹码动向 因为当转折确立之后 未来绝对是一个大行情 因为单单是摩台就高达 20万 23万口 这么大 未屏障的一个所谓 后面绝对有行情 好 所以不必怕这个盘式格局震荡 好 有行情比这个盘式格局 连续这10天降在这个平台 好 有方向性就顺势把它转起来 好那这根KK出现了之后 投资朋友 一个趋势性的嘎空多 到今天为止应该是可以落后的初步确认 今天是结束了 可是它会不会去硬量出后期的方向 我们给多方再两个交易日的时间 它可以先做一个短波先谈再说行情 可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弹回去原先多方控盘的一个成本 好 投资朋友 那你就要顺着控盘者的方向 好 顺着控盘者的意志 你比较容易赚到这个大红包啦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好 不必怕 这个盘式格局震荡 反正有钱赚 好 我们就试试把它 这个方向性把它掌握起来 好 投资朋友 明明就是一个主身段 为什么赚不到钱 好 因为 大部分的投资朋友都非常厉害 等到盘式格局 确认一个整个平台突破 好 投资朋友 整个确认指稳突破的一个位置点 都已经在9800点 好 技术面上面任何空方的一个形态 该做多的时间点 反而 绝大多数的投资朋友 一路都是在做空 等到这盘式格局 所有的技术面形态 所有军线都站上 都是一个多方一个波段的 投资朋友开始抢多了 这盘式格局 投资朋友已经连续10天涨不动 每天都是出卧盘了 好 那你就要稍微去注意一下了 投资朋友 来 除了我们短线上面的波段 真正要赚大钱 真正要赚大钱 你一定要搭配波段的一个方向 好 那这个波段的一个方向 到底怎么样看 下半段回来 留到私委详细 帮他做一个追踪跟解析 好 我想要跟所有投资朋友去做一个报告是说 就像我当初跟他报告 好 投资朋友 假设有8879的 类似像8879这样子的机会 好 有8879这样子同样急速的大红包 你要不要赚 好 而且急速还比8879还要大 好 那所以 怎么样在关键的这先谈再说之后 切入一个对的方向 尤其是你已经错过了 来 集短波来讲 到2月24号刘老师说 情人节快乐所有多单 全数出清 新春开红盘之后的这620点行情 好 投资朋友 我们赚4000点的目标 你已经错过2月的这600点了 对不对 好 你已经错过了1月份这600点的行情 到1月24号 多头王丰盛 嘎空结算的一个位置点 好 那 假设你错过6000点行情的 刘老师说 就算是只有一天 去年你没有去赚到这6000点行情的 所有人都说 农历封关期间 全部都是一个利空的变数 好 投资朋友 1月已经600点了 2月已经600点 加起来已经是千点行情了 可是没有 等到这盘式格局已经涨了千点的波段 你现在才要权力多吗 好 那如果这盘式格局下一个趋势性的方向即将转折要出现 你看不看得懂这个盘式格局 你看不看得懂 8950 9150 9200 9300 9500 9500 的嘎空喷出组身段 还是等到你看懂了 9869的时候来做多的时候 今天现货已经收盘在9674了 好 好 如同廖老师跟他报告 报告的 投资朋友 好 一天 我说一天就决定了今年 投资朋友在2017年 到底能不能够赚钱 尤其你已经错过一二月这千鸟行情的 我认为接下来两三天会酝酿出下一个趋势性的一个方向 好 那到底这个趋势性的方向到底在哪里呢 下边回来 老师会帮我解析 好 但是如同 我跟大家报告 投资朋友 好 这里有大钱赚 好 想要赚钱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 做对于接下来的方向 好不好 今年第一个关键的变盘转折点 今年最重要一个关键变盘转折点 如同我二月十六号跟大家报告 好 今年第一个输赢就在9869 好 投资朋友 那这几天操作顺利吗 那未来的一个方向 到底要怎么样赚红包 你到底看不看得懂这个盘事格局 最重要的 你有想要赚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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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想要赚一个一千点吗 如果你有的 转折在这两天就要成立了 好吧 那后续的盘事格局到底怎么样看 学习两毛工之后 老师继续帮我解析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跑下 二 野户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提货股票选择权 绝对报酬策略 多空双向灵活布局 您创付的最佳伙伴 02-2578-3777 2578-3777 亚洲投雇 27年来 一直秉持专业 用心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市场的常胜君 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 亚洲投雇 亚洲投雇 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期货股票选择权 绝对报酬策略 多空双向灵活布局 您创付的最佳伙伴 02-278-3777 2578-3777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实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不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包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战部消防署关心您 欢迎来到我们现场 路通廖老师 请慢慢跟大家报告了 我在2月19号 就是市场的投资圈 包含非常几个重要的 我们国内很重要的一些 一些基金代操的经理员 在媒体上面说 这个瓦斯桶就要喷万年的时候 我们反正跟大家报告到说 这里你要稍微去听看听一下 那尤其主声段 不会是唯一的选择 我在演讲会 跟所有的现场节目的 投资朋友预告了 我们可以规划出五种波形 而主声段的3-3 只是其中的一种 主声段的3-3 只是其中的一种 那日线图的一个格局 假设你看不懂 这个瓦斯格局 我们其实可以排除 加权指数还原权息 这个是7-6-7的其中点 我们看一下T50-2 本身已经把 出权形因素排除掉之后 那直接去跟着 加权指数0050 一个现行图走 好那它涨到了 这个8700点一波 然后震荡下压 到8300 然后接下来这个瓦斯格局 从6月24号转折地点之后 一路向上攻 然后就嘎工喷出的主声段了 我们在7999跟他预告 这里是长线大主声段的 嘎工喷出的起掌点 可是说这边 你有没有发现 这1 2 3 第三波本身走的 1 2 3 4 5波的扩延 到我记得好像 10月6号还是10月7号 刚好是大力光领盘 那个位置点 我们把所有多端线 出清一趟 教训指数就做了 三个月的三角形压缩 所以我跟他预告 由鸿海领盘 新春开鸿盘之后 嘎工喷出 三角收链嘎工喷出 一波到底 1月20号就开讲 原来他是一个 三角形收链形态的 末端喷出 可是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 已经连续两个礼拜 价钱指数现货 已经没有过9869了 通常我们在周线图的观察 跟日线一样 我们给他三周的机会 如果三周的时间波过去 他确定是没有办法过高点 我们大概也可以 落后三个礼拜 跟大家报告 最好赚的主身段 已经结束了 最好赚的主身段 已经结束了 怎么每次都这样 等到大家很想 全力做多赚 这个盘式格局喷万点的同时 这个盘式格局就连跌了 十个交易日的 所以刘老师说 我真的很想帮 所有电视机前面的 一般投资朋友 我都自诩为赏户的救星 可是 投资朋友就是说 有些人就拍到顶了 等到 要是提醒大家 T50反一的五郎家 Katibay 今天T50反一 十天的WD已经成型了 短波的攻击量出的 一个马逊已经出现了 这也暗示着市场的 避险需求开始增加了 等到所有 报章媒体 全部都是I8的利多消息 我请你所有 77块钱 所有加码多赚 全速出清 红海还要开始进入淡季了 高档区 10天左右就小N头 今天也有拉高出货 开高在90.4尾盘 连续两天收破 这高档区N头了 等到外资开始 再含5700块 我说 我们在4600块钱 全速获利了结出清 我们已经赚了一倍了 接下来大力光场 到第几波第几波 跟我没有关系了 结果倒数三根K线的 向上红K拉台 这个叫大敌当前 连续两天急杀 今天对击点已经到 4555块了 这个高档区N头 尽量不要破 一跌破很可能 缺席的整理时间 会很久 好 等到所有的投资朋友 演讲会 2月19号的投资朋友 每一个都在 郁金光 雅光的时间点 今天 郁金光已经 灌杀到184.5 跌停板了 今天跌幅正式累积到 35% 到今天为止 正式融资追缴 好 我想 郁金光的向下的一个初跌段 应该不会有人看错吧 应该市场上面 不会有任何人去追282 这根高点K线吧 我在上礼拜告诉大家 最小测距初跌段的满足 适当回头的转折地在哪里 全部大量换手的一个位置点是 从马B回车位置点在哪里 好 你到目前为止 看到的都只是初跌哦 那我们大家是说 第一第二季是苹果的淡季 所以 你由郁金光只交出 0.24块钱 你就知道 前面这一波行情 从头到尾 都只是因为信心回温 资金行情 有时间我们再慢慢跟大家聊 连BDI指数 我在讲的是 最近的原物料也涨 然后航空股也涨 然后美元指数要喷 创一个短波段一个新高 原物料是逆向的 总之从头到尾 所有的基本面的数据 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都完完全全没有跟上来 那这一波就纯粹是资金行情 我们先定调 这一波就是资金行情 那同志朋友 如果资金转向了 如果资金转向了 你也应该要顺着资金的方向赚 好不好 那其他的盘事格局操作难度会稍微比较高 好 可是你不怕震荡 震荡是让大家赚大钱的机会 怎么做 好 同志朋友 刘老师帮大家加倍奉还 有任何需要我们服务的地方 尤其奇波 关键的转折即将出现了 直接下旋律奥斯的服务人员 跟上获利方城市的行列 祝大家投资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跑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战网 期货股票选择权 绝对报酬策略 多空双向灵活布局 灵创富的最佳伙伴 02 278 3777 278 3777 亚洲投顾 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市场的常胜均 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02 2578 3777 2578 3777 超越大盘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常胜均 亚洲投顾 共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空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托 珍情照顾 自己电话02 2578 3777 2578 3777 少年时辛苦怕病 毁得出来的人 无论过四岁 收一下就大汗了 我今天才发现 咱已经老了 嘿嘿 咱们老心没老 要活着健康快乐 长照2.0 我们为您好部 我们给您照顾 让您吃到美国堂 快乐幸福 新开阔 长照2.0 正午 给您做一碰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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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講的主題是現在時校最夯的自行車 你知道嗎 騎自行車可以使用手機嗎 不然怎麼短救世界 很危險耶 會出人命啦 喝完酒之後可以騎自行車嗎 欸 不行 醉不上道 知道嗎 晚上騎車要使用車燈嗎 沒有啦 兩個車子蓋手 要開啦 跟別人才互相看得到嘛 實際行車不可以使用手機 不可以喝酒 夜間騎車使用車燈 鐵馬安全行 自在好心情 特務部關心您 欸 寶貝啊 我們賺點錢你都存在哪 對啊 而且是有在乎存款保險 到了也不用怕安啦 那你知道存款保險最高保護為新台幣300萬元了嗎 我知道啊